第五章 陈叔的毒计 军灵抱着他 用着有两个人的声音在他耳边低声地说道 我的好妹妹 想不到我被你如此折磨 甚至扔下悬崖还能活着吧 我命不该绝 所以回来了 回来找你们报仇 要你们血债血偿 装傻 谁不会呀 她呜呜地哭得很伤心 妹妹 他们都说爷爷死了 可是我不相信 你赶紧告诉我 消息一定是假的 爷爷没有死 他可是玄宗高手 身边还带着这么多护卫出去 谁能杀得了爷爷呢 君佳柔很想把人给推开 可是这么多人看着 他只能忍着心中的厌恶 装作一个好妹妹 耐着性子安慰正在悲伤当中的好姐姐 姐姐 这件事是真的 二叔已经把爷爷带回来了 现在就放在大殿上 君佳柔一边说 一边用力地挤出眼泪 爷爷知道 你安全回来了 再听有灵 一定会很开心的 君陵被君佳柔牵着走进了灵堂 他看到了摆放在灵堂上的棺果 泪水瞬间落下来 他眼中满是悲伤 一步一步朝前面走去 他走到棺果前 整个人都跪下 爷爷 不像孙女阿灵 回来了 爷爷 你说了回来的时候 会给阿灵带一头小白狐回来的 您食言了 您为何要骗阿灵的 君陵看着那尊官 一字一句说道 爹娘不在了 就连您也不要阿灵了吗 他每一句话 都让在场那些前来吊咽的人 都忍不住地心里酸酸的 君要王一生只有一个儿子 便是君陵的父亲君为 至于君陵的父母 早就在他出生没有多久 便死去了 那时候 君佳柔还没有出生 可以说 君要王 是君陵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依靠 姐姐 爷爷那么疼爱你 肯定不想看到你那么伤心的 你在路上折腾了这么久 还是赶紧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这里有妹妹呢 君佳柔担心地把君陵扶起来 在众人的劝说下 君陵被丫鬟带着回到自己居住的院子里 意外地发现 园主的心腹全都消失了 他冷冷一笑 不用想也知道这些事情是谁干的 君陵吩咐丫鬟打来水 他要沐浴 洗干净身上脏兮兮的气息 然后去给爷爷守灵 君佳柔气冲冲地走进君海亮的房间 怒声地说道 二叔 你个贱人居然还活着回来 等到他说完这句话后 才发现 自己这位见不得光的亲生父亲 房间里还有别的人 他看了过去 只是看到对方 那穿着黑衣 戴着黑斗篷的背影 只是一个背影 却让他觉得有股毛骨悚然的错觉 君海亮冷冷扫了眼君佳柔 他冷冷说道 柔儿 滚出去 君佳柔被吓得连忙退出去 他一脸委屈地冲进了自己母亲的院子里 他直接走过去 抱着正准备出门的陈叔 娘 君陵回来了 我去找二叔 他居然凶我 陈叔闻言 轻轻拍着女儿的背 随后在君佳柔的耳边淡淡说道 傻孩子 现在你爷爷不在了 不就是一个军灵 何惧之忧 能杀了他一次 自然能杀他第二次 君佳柔听了母亲的话 瞬间反应过来 随后笑着 随陈叔进了房间里 娘俩坐在椅子上 陈叔说道 所以御氏千万不要哭泣 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这世上 从来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君佳柔点点头 嗯 都是女儿如莽了 特别是看到 那个贱人 跟着钟离少主一起回来 我心里就恨不得马上把那个贱人给撕了 虽然他不喜欢钟离姐 可是他乃是北狱里为数不多的 可以和气风哥哥齐名的男子 不管是容颜 出身 实力 都是一等一的 他想要母一天下 不喜欢嫁给一个市里的少主 若不然 他的目标肯定是钟离少主 而非气风哥哥 可是他不想要钟离锦 却也容不得任何一个女子嫁给他 知道错了吧 其实这些事情 你完全不要想担心 只要过来跟娘说一声 娘只会帮着你 把所有的阻碍都踢走 你只要等到你二叔 成为了药王谷的谷主 然后把你记在他的名下 以药王谷嫡女的身份 嫁给顾气风便好 其实陈叔一直都不喜欢顾气风 觉得自己的女儿 应该和钟离锦那样的男子在一起 可惜的 女儿并不喜欢赤与风 她的志向是母一天下 如此一来 作为母亲 自己只能成全这个傻丫头 那些不要命的垫脚石 直接搬走就是了 搬不走的 就地埋了 然后踩出一条路来 君佳柔撇撇嘴 还不是这些年 被军林那个贱人给压得太厉害了 女儿差点就不够自信了 也不知道 爹什么时候才能接人药王谷 真的是很期待呢 说完后 他抱着陈叔的胳膊撒娇 娘 你记住 一定要帮我把军林那个贱人给弄死 女儿不想看到他 陈叔拍着女儿的小脸蛋 随后点点头 放心吧 有娘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君佳柔闻言 唇角微微勾起来 军林 就算你是嫡女又如何 还不是斗不过我娘 你爹就算是少主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爹娘给弄死了 放心吧 我娘很快就会送你下去陪着你爹娘 他发誓 这一次一定要弄死军林后 一把火把他的尸骨全部烧毁 然后让他灰飞烟灭 等到军林尸骨无存了 他就不相信他还能出来闹事 入夜时分 陈叔看着出现在自己房间里的男人 他笑着走上前去 然后抱着男人的脖子就是一阵亲吻 男人的手在他跟前的兔子一阵揉念 陈叔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他看着君海亮 想到的却是那张出臣的容颜 当年他父亲无意中帮助了君药王 他不要君药王的任何报答 只是提出让自己进药王谷 并且成为君药王唯一儿子 君为的姨娘 君药王逼于无奈让他进来 他是那么的喜欢君为 可他的心里 只有君领母亲那个贱人 他在药王谷一年 他从未碰过自己 后来他死心了 然后私下跟了一直对自己很照顾的君海亮 也尝到了被男人滋润的感觉 这个男人很厉害 总是能够让他如置身在天堂一般 呵呵 嫂娘妈 想要了 君海亮看着陈叔 痴迷地看着自己 他狠狠地捏了一把 然后问道 陈叔笑着亲了亲他 然后说道 自从那个老家伙死了之后 我可是吃了好一段时间的素了 说完后 两个人好一阵翻云覆雨 等到事情完了后 陈叔趴在君海亮的怀中 低声地说道 海哥 你身边 不是有一个实力达到六阶五宗的人 借我一忧 你想要干什么呀 君海亮一脸满足地看着女人 这个女人他睡了十多年 可是从未生眼 也不知道 他是如何保养自己的 他身边 也不是没有修炼的女子 可就没有一个 如他那般 让自己这么爽 君为哪个短命鬼是没有福气的 如此优务 他居然也不碰一下 陈叔笑着说道 自然是要为咱们的女儿 扫清障碍了 君灵和君家柔 作为药王谷的直系孙女 自然是要守灵的 只是前一天晚上 一直是君家柔在守着 君海亮说今儿他回来 晚上便让他在这里守着 对于为君耀王守灵这事 君灵是无所谓的 他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他跪在灵堂前 看着君耀王的棺果 暗暗地想着 爷爷 您若是真的在庭有灵 一定要看着君灵 如何为你报仇 身时初 他看向外面的守卫 竟然发现他们在大瞌睡 他在心里想着 药王谷的护卫 都是四个时针一般 这些人实力最低的 都是一级悬尸 按理说 实力到了一定以上 是不会这么容易疲惫的 就算是他这个选者 都可以两天不睡觉 也不觉得困 想了想 心中便明了 既然对方想要做点什么 若是自己不成全他们 岂不是浪费对方的一番心意了 想到这里 君灵也装作是困了 然后趴在地上 很快 暗中出现一个男人 他的肩膀上 还扛着一个男人 对方直接把人 放在君灵身边 然后露出了一抹 诡异的笑容 那个男人 很快就醒过来 只是他醒来之后 整个人都觉得很热 他不断地揪着自己的衣服 当君灵看清那个 被带到这里的男人的容颜时 彻底愣住了 居然是他 而且一眼就知道 这个男人中了药 真的是好得很 居然想要在爷爷的灵堂 毁了自己的清白 既然如此 成全你们又如何 陈叔亲海亮 希望这后果 你们可以承受得了 第二天早上 很早就有人 在灵堂来上香 他们看到了 一人是笔直地 跪在灵堂前的君灵 他的脸色苍白 眼眶红肿 一看就知道 是伤心过度 大家不由得心生怜惜 甚至有人上前安慰他 让他注意身体 君灵站起来 朝着众人攻身行礼 多谢诸位前辈 前来调研爷爷 说完后 他一下子就晕倒了 就在这时候 开航进门的钟离井 如同一阵风一般 到了君灵身边 直接把人给抱起来 在下送他回去休息 他曾经在药王谷治病 自然知道 君灵的院子在哪里 他朝着外面走去 身后也跟着好些人 他们都是受过君灵王的恩惠 看到他唯一的嫡孙女晕倒 自然要关心关心的 有些想要巴结上 药王谷的人 也跟着一起去看热闹 钟离井抱着他 朝君灵的院子走去 他们在经过花园的时候 居然听到了一阵 让人羞红脸的声音 文言 众人瞬间变脸 居然有人 敢在君灵王丧礼上 做出这起的事情 有些正直的人愤怒无比 而那些想要看好戏的人 则是等着看好戏 只是在钟离井发话之前 无人敢去看看 到底是谁 躲在假山里 做出那样子的事情 钟离井看了看假山 随后对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说道 去看看是谁 是公子 这人也是 赤玉峰的弟子 他听了钟离井的话 赶紧朝着假山走去 他还没有走到假山 就听到里面传来的 说话声音 季风哥哥 你说我的 我爱你 君灵那个贱人 他配不上你 啊 季风哥哥 只要是来药王谷的人 对着声音都不会陌生 大家面面相去 赤玉峰那弟子 也停住了脚步 他们已经是猜出 假山里的人试水了 在北域 敢叫契风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北秦的太子 顾契风 被钟离井抱着的君灵 缓缓地醒过来 他睁开眼睛 就对上了一双深邃的毛子 他挣扎地想要站起来 却被钟离井抱得更紧了 就在这时候 山洞里的声音越发的大了 里面不断地传来 让人脸红的声音 君灵挣扎地下来 随后看向钟离井 又看了看山洞 当他听到那熟悉的声音 不敢置信地后退了几步 整个人摇摇欲坠 他看着那山洞 就像是要把那山洞 盯出一个小洞来 好让他看清楚 里面的人到底是谁 他深吸一口气 然后一步一步地朝着前走 他的手臂 突然被钟离井给拉住了 我送你回去休息 君灵却用力甩开他的手 大步地朝着山洞走去 当他站在洞口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住了 然后低坐在地上 古其风 金家柔 你们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如此地 如我和爷爷 他的声音 让还在水乳交融的 一男一女 瞬间就愤开了 金家柔不敢置信地 看着刚刚在自己身体里 抽出来的男人 他整个人都懵了 自己不是在房间里睡觉的吗 为何会和气风哥哥在这里 有人不忍心 上前扶起坐在地上的君灵 而君灵推开了扶着自己的人 失魂落魄地看着里面 他愤怒地转过身去 直接抽出那赤玉风弟子的配件 然后看着里面 还在慌乱地穿衣的 顾其风和君家柔 他一脸狠绝地扬起手中的剑 然后拿起散落在自己胸前的头发 瞬间 头发断了 顾其风 你从而不喜欢我 也可以等到一夜丧礼结束之后 直接说就是了 又何必 在这个时候 做出这几次肮脏的事情 来侮辱我 今儿 我君灵就在这里 在众多前辈的见证下 和你顾其风 隔发断情 你我之间的婚约解除 将来男婚女家 各不相干 我君灵和你顾其风 和你顾家 永无关系 说完后 他看了一眼君家柔 直接转身离开了 穿好衣服的顾其风追了出来 却被钟离锦拦住了 顾太子 君姑娘和你从此毫无关系 请你自重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君灵割发断情 这事在远武大陆来说 都不是小事 顾其风看着眼前这个 阻拦自己的人 居然是和自己一样 被称之为 北域十大美男之一的钟离锦 北域的京城 很多世家贵族的小姐喜欢他 为此 他一直怨恨这个 想走北域贵族女子心的人 他咬着牙 冷声说道 钟离少主 这是本太子和军灵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干涉 钟离锦直接无视他 淡淡说道 军要王队在下 有救命之恩 现在他不在了 军灵便是我赤玉风要护着的人 既然他已经选择和你割发断情 那么你们之间 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下 自然是不能放你进去 不少人闻言 纷纷对他说出的那几句话 气了心思 本想着军灵那个无法修炼 又不会炼药的女子 若是没有军要王的护着 现在又失去顾气风这个未婚夫 日后必定不会好过 殊不知 人家背后还有一个赤玉风护着 这样一来 在场有些觊觎军灵美色的人 瞬间歇菜了 他们胆子长毛了 也不敢去和赤玉风为敌 这可是北玉第一大势力 和他对上了 再多人也不够死的 不是他说解除婚业 就能解除婚约的 顾气风阴冷地回了一句 这是药王谷 和北清皇族定下来的婚约 钟离锦文言呵呵一笑 药王谷又如何 北清皇族又如何 那丫头从这一刻开始 就是我赤玉风风主的关门弟子 她的婚事 除了我赤玉风的宗主 谁也无权干涉 才走没多远的君灵 听到钟离锦这句话 不得不说 他真的很霸气 他如此护着自己 他想着 自己记下了这个人情 顾气风文言哈哈一笑 你说他是赤玉风 宗主的弟子就是了 你还没有这个权利 帮你爹收徒弟 第六章 举步起来 钟离哥哥提出 我应下了 所以我为何不是赤玉风的弟子 君灵头也不回 冷冷说道 顾气风 我君灵即便是一个孤儿 可是也容不得你如此欺负 你若是不管 我就让钟离哥哥打断你的腿 让你一辈子也举不起来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 君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只是觉得 这姑娘 好像和传说中 那高傲的废物 有点不一样 跟随着钟离锦 一起来到药王谷的赤玉风弟子 周大山 觉得这句话奇怪 仔细一想 随后一笑 哈哈哈哈 举不起来的腿 那不就是 不就是刚刚 顾太子用的那玩意儿吗 这句话别人不敢说 可他周大山就敢 因为 他有一个很牛逼的少主在这里呢 他师门是北域第一宗派 就算顾气风真的对自己有意见 也得掂量一下自己 敢不敢对上赤玉风 钟离锦闻言 似笑非笑地 看向君灵消失的方向 不知为何 他总是觉得 君灵和自己以前认识的 那个君家大小姐 有点不一样了 等到君海亮和陈叔 以及诸位长老 收到消息赶来的时候 君灵已经是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他随意靠在贵妃榻上 心里想着 用不了多久 长老会那些人 就会找到自己了 从原主的记忆里得知 有关于药王谷的事情 其实说来 君药王这个谷主 其实也很悲催 因为长老会的权利 可以和他这个谷主抗衡 从前倒不是这样 只是在十五年前 君灵的父母死了之后 君灵又是废物 所以长老会那些人 就起了心思 有些不安分的长老 都想要取而代之 慢慢就开始分化药王谷了 若不是有君药王 这个六级的炼药宗师在这里 他的位置 肯定早就被二房的人 取而代之了 毕竟当年 君海亮的父亲 也是五级巅峰炼药师 距离六级只是一步而已 何况君海亮的炼药天赋也不错 若是君药王出世 二房的人 最有可能成为药王谷 新一代掌权人 好比如今 药王谷的大小事物 已经落在了君海亮的手里 药王谷 可以说已经被他掌控了 他知道自己这一次回来报仇 有点冒险 可他君灵 就喜欢这样的挑战 一如今发生的事 陈叔不是想要自己 在爷爷的灵堂前失身吗 那么他便大方一点 让大家看一场好戏 只是不知道 长老会那些人 会如何说而已 想到了那些老家伙的阴沉的脸 他就觉得很开心 反正爷爷不在了 这药王谷的一切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丢脸 被人嘲笑 那又如何 他君灵天生反骨 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 药王谷 其实 他更想的是毁了他 药王谷一时听理 药王谷几大长老 全都在这里了 他们看着跪在地上 脖子还看得到 吻恨的君家柔 一个看起来 五十多岁的男人 突然开口 君家柔 你明知道顾气风 乃是君大小姐的未婚夫 居然还该死的 在药王的丧礼期间 和他做出这等事情 君家柔连忙哭着 不断地磕头说道 大长老 柔是被人冤枉的 昨儿晚上 柔正准备休息 说不知突然晕倒了 等到柔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这样了 大长老 求你一定要查清楚 柔是真的被冤枉的呀 说完后 他不断地磕头 然后呜呜地哭起来 要知道 这大长老 还掌管着执法堂 若是他真的要执行任何刑法 就算是爹娘也救不了自己 加上他也没有说谎 昨儿他就是被人算计 而且 他现在怀疑 那个算计自己的人 肯定就是君临那个小贱人 该死的 自己居然着了道 陈叔也走进来说道 各位长老 你们是看着柔儿长大的 也知道 他这些年 一直都在努力学习炼药 对于外界的事情都不甚在意 他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 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可怜柔儿现在居然被认 他日后 还要如何嫁人呢 说完后 陈叔眼眶微红 把一个担心女儿的好母亲的角色 扮演得入目三分 若是君临瞧见了 一定会鼓掌 并且心中付费 若是这祸生在二十一世纪 指不定还能拿一个金鸡影后 谁有这样的胆量 在要亡谷陷害二小姐呢 特别是左二不是二小姐首领 后院入夜守卫森严 就算是五级悬尸 也不是这么容易进去的 一个看起来三十出头 长相美得雌雄难辨的男人 冷冷地说道 而且 若真是被人诬陷 为何本长老所听说 二小姐不断说出一些 让人面红耳赤的混账话 难道这些话 还能是别人逼着你说的 还是说在二小姐的眼里 我们这些长老 就真的是老糊涂了 可以让你随意地欺骗 说话的人 是药王谷的五长老 君与龙 虽然只有三十多岁 可是谁也不敢小瞧他 因为他现在 是五阶的炼药师 在北域 最高的 也就是已经死去的 药王谷君与龙 他是六级巅峰的炼药纵士 可君与龙 也是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 才成为六级炼药师 而五长老君与龙 却在二十九岁的时候 突然成为五阶 未来将近十年时间 大家都相信 他可以成为下一个君与龙 这也是如今药王谷里 唯一一个和君海量 势君力敌的君家人 君家柔听了五长老君与龙的话 心里恨极了这个人 他是君药王最忠实的拥护者 爹一直想要除了这个人 可是这个人 有着七阶玄师的实力 而且还是五阶的炼药师 若是随便动他 被执法堂的人查处了 他爹都会被责罚 甚至有可能会面壁思过上百年 五长老 柔儿真的是被冤枉的 君家柔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一口咬定 自己是被人陷害的 若是在场的长老 不信柔儿说的话 柔儿 只有一死明智了 说完后 他直接拿出一把匕首 然后直接往自己的心窝里刺去 众人见状 心中大惊 当匕首刺进一点的时候 君家柔的手被一阵钢风给打了一下 由于被阻碍了 所以君家柔手中的匕首只是刺进去了一点 要是如此 胸口前的白衣也被鲜血染红了 他整个人有点颓废地坐在地上 呜呜地哭了起来 二叔 诸位长老 求你们相信柔儿 说完后 君家柔就直接晕倒 终究是自己的女儿 金海亮还是第一时间把君家柔扶起来 然后整脉 最后 他脸色阴沉地对陈叔说 把人送回去 好胜休息 五长老君一龙看着陈叔带走了君家柔 他似笑非笑地看上君海亮 这件事情 二长老 你打算如何做 君海亮冷冷说道 这件事 务必要查清楚了 绝对不能让人在药王国 算计我们君家的人 对于君家柔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是恨极了 他一直都不反对 女儿和顾气风来往 可是也不能就这样 被那个小子占了便宜 谁晓得 现在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大长老说道 既然要查 那么这件事情就交给执法堂 由于大小姐和顾太子的婚约 等到办完了谷主的丧事之后 让人去一趟北清皇宫 解除了婚约罢了 大长老一直以来 做任何事情 都是为了药王国 若是发生危害药王国的事情 不管是谁 他都可以做到铁面无私 十几年前 曾经他的女儿 因为喜欢上一个人 然后把药王国的一张 三街单方偷了出去 给那个男人 最后被大长老知道了 直接把那个女儿 赶出了药王国 并且还和他的女儿断绝了关系 这样的人 把规矩看得太重要了 也把药王国 看得太重要了 所以绝对不会放过任何 来破坏药王国的规矩和名声的人 虽然他对军灵这位大小姐 一无是处 颇有微词 可是他从来不会在背后动手脚 毕竟天赋这些东西 都是天生对的 而且大小姐这些年来 一直都是循规蹈矩的 从来不会做出 犹如药王国生育的事情 他们这些长老都知道 大小姐很喜欢顾气风 可是他却看不上这个 在北秦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 让他想不到的就是 除了这一次事情 大小姐居然会做出 割发断情 解除婚约这样的事情 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觉得 大小姐做得很好 至少可以看得出 目前为止 药王国在他心里更重要 这怎么可以呢 大小姐和北京太子的婚事 可是十多年前就定下来的 怎么可以说解除就解除呢 有些长老开始反对 虽然他们药王国不缺钱 不缺权 而且受天下人的追从 可是他们缺少了土地 这要和北秦联姻 他们药王国就可以得到 北秦的一座城池作为聘礼 即便是贵为药王国长老 依然有人免不了俗 大长老冷哼 哼 解除又如何 难道我药王国还比不上 他北秦皇族 还是说 他一个北秦的太子 就要糟蹋我药王国长方的两位小姐 还要赶着把人架过去给他 简直就是糊涂 若是你们一个一个 生出这样的想法 那就该滚去 好好地想清楚 大长老虽然炼药不是很厉害 年过半百 只是一个四阶的炼药师 可是他种植药材有一手 而且他的医术很不错 这一点是药王国很多人都比不上的 所以他在药王国的威望 也是很高的 很多药王国的弟子 都对大长老很敬重 这件事情 还是最好找大小姐问一问 指不定她是一时糊涂 若是我们这些老家伙 直接做主了 白白地误了大小姐一辈子 到时候 谁也负责不起 有人提议把君灵找过来 毕竟他是当事人 而且在药王国的身份也很高 君灵很快就到了药王国的会议厅 看着那坐在大厅里的几个人 他进门浮浮身子 随后说道 不知诸位长老找我来干什么 大长老文言看向君灵问道 啊 我们就是想问一问大小姐 是不是真的决定解除婚约了 君灵本以为君家柔 会把脏水泼到自己身上 而这些吃饱撑着的长老 是来找自己调查这件事的 想不到 他们居然问自己 是不是真的决定解除婚约 君灵很想翻白眼 自己要解除婚约 还要这些长老过问 他直接说道 为药王国 作为北域几大势力之一 论起来身份地位 一点也不比北京黄作低 顾其风在我爷爷丧礼的时候 做出这些猪狗不如的事情来 若是我还巴巴地嫁给他 便是枉为爷爷的孙女 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安生的 所以 请诸位长老做主 这张婚事 君灵必须要退 君灵说完话后 直接离开了议事厅 走出议事厅 他看着外面未来的天空 微微地勾唇 猪狗不如 他这一句话 可是把那一对狗男女 都给骂进去了 反正君家柔不是君为的种 就算真的是骂 他是猪狗不如 对君为也没有半分影响 君海亮看着他的背影 眼里闪过了一抹杀意 昨晚的事情 十有八九 是和君灵这个臭丫头有关系了 君家柔被软禁了 顾气风也因为这件事 被药王谷的长老下了逐客令 他临走之前要求见君灵 丫鬟前来请示 君灵听了之后 看了看不远处 摆放着笔墨纸燕的书桌 他似笑非笑地走过去 执笔飞快地写下来 顾气风离开 不少和他认识的 想要拍马屁的人 都在药王府外送他 有些人甚至和他一起下山 对于这些 药王谷的长老 只是睁只眼闭只眼 有些长老 却在心里 把这些拍马屁的人 名字都记下来 日后 要把这些人 列到拒绝来往的名单上 君灵带着两个 刚刚从大长老处 要过来的丫鬟 缓缓地走到药王谷外 顾气风看到他来了 他想上前 却被两个丫鬟阻拦 他看着君灵那张 绝美无瑕的脸 心中不由地一动 虽然这是一个废物 其实他挺满意 这个女人这张脸的 可以说天下罕见的角色 若是可以压在身下 好好地爽快 也是人生一大美事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君灵面无表情 如同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 瞥了一眼顾气风 顾气风有点愣住 他和君灵一起长大 从小他就知道 自己是他的未婚夫 所以一直很痴迷自己 现在却露出冰冷 如同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的表情 他在心里冷哼一声 果然是一个故作清高的女人 他现在的心里一定很伤心很难过 甚至想要求自己回心转意 只是碍于清高的性子 不愿意拉下脸面罢了 既然如此 他给他一个台阶下又如何 本太子 是不会同意解除这门婚事的 君灵听着他信誓旦旦的样子 呵呵冷笑 解除不解除这事 轮不到你这个诸狗不如的东西来说 说完后 他拿出一张纸 直接扔在顾气风身上 北秦的太子顾气风 你现在给我听好了 这门亲事的选择权 在本小姐手上 今儿 在诸多前辈作证之下 我要照告天下 我君灵 要修了你顾气风 畏去先修 而且还是女子修了男子 很多人都觉得 自己的脑袋要炸开了 这一次的要亡谷之行 发生的事情还真多 女子修了男子的事情不是没有 未去就被修的事情也有 可是如今被修的对象 是一国太子 顾气风看着手中 那用朱砂写的修书两个字 俊美的脸瞬间变得争鸣无比 俊灵 你修想 可笑 他堂堂一个一国太子 居然被军灵一个废物给修了 这件事若是传出去 他岂不是成了援武大陆的笑话 军灵双手抱胸 顺笑非笑 顾气风 你是瞎了眼睛还是聋了耳朵 本姑娘不是修想 而是已经做了 天地为正 今天我军灵的修了你 从今往后 你我老死不相往来 还有就是啊 这药王谷的女子 哪怕是被你糟蹋了 贝小姐 宁愿请出药王谷的族规 直接废了她的修为 然后扔到苍狼山后 为那些妖兽 也不会让她嫁到北秦顾家去 她的话 就像是惊了一般 狠狠地砸在众人的心中 没有人怀疑军灵的话 因为军药王不在了 她依然是药王谷的大小姐 而且背后还站着一个赤裕风 最重要的是 人家没有滥用私权 而是说请出族规 如此一来 军灵就等于是告诉了世人 苍兰山永远不可能和北京皇族联姻 她并不知道自己说的话 差点就触怒了一直隐藏在暗处 保护她的男人 北浅墨看着那张嚣张的脸 心里想着 若是她说的是北秦 估计她一定会现身 然后拎着那个小家伙 去狠狠地叫去一顿 幸好她说的是顾家 没办法 她现在还算是北秦的人 这小家伙可是自己感兴趣的 靠近也是不会排斥的 这样的女子日后 也只能嫁给自己了 若是她说 苍兰山的姑娘 不会嫁给北秦 难不成 还要她堂堂王爷 嫁到苍兰山要王谷来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期